Hi,欢迎来到Flo,我是Katy,凯蒂瑜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进行阴瑜伽的练习 那在今天的练习呢,可能会用到比较多的符具 那需要准备瑜伽绳,可能会用到不见得每个人都需要 然后如果你平常在练瑜伽有地板 就是膝盖接触地板,跪地板的动作 会觉得膝盖不太舒服的 因为今天可能跪着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 那希望大家可以准备毛巾或者是膝盖垫 然后去帮助你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更放松 然后另外就会需要准备两个瑜伽砖 那也是不见得会用到 那准备好以后我们就比较方便在练习的时候进行随手可得 好,那准备好你的工具铺上瑜伽墊 开始我们今天的练习 好,我们首先先来到四足柜姿 手撑大压紧地板 手腕肩膀一条线,膝盖骨盆同宽 好,我们先让肚子微微往内收 把你的右脚往后延伸拉长 好,准备大步踩到右手外侧,小小外巴 好,把你的脚掌内外踩满之后 我们把左脚往后延伸 好,感觉下左边的大腿前侧往下沉 同时感觉到你的右边的宽 好,如果觉得手撑地不太舒服 觉得手腕紧紧的 然后你也可以拿一个砖垫在你的手底下 垫在你需要的高度 好,然后把后腿延伸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脚背放松往下 好,观察一下你现在的位置 感觉右边的宽,臀部,大腿 跟后方的腿 然后有没有觉得下背不舒服 好,然后如果觉得下背有点紧 或者是后面的膝盖跪地板会痛的话 你可以微调一下 这样我们一开始有拿毛巾或是膝盖垫 你可以垫在后方的膝盖底下 好,然后如果觉得太深的话 你可以试着把后面的脚往内微调一点点 好,那我们停留在比较高一点点的动作里 在阴瑜伽的练习中 我们试着在身体凉凉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热起来 就像我们平常在做流动 我们会先让身体热起来之后再进入练习 那流动或是像一些比较快节奏的Ashtanga 它们都会是比较偏向羊的练习 就是太阳的羊 它会让身体产生许多的热能 那阴瑜伽的练习呢 放松的目标不太一样 阳瑜伽我们会多一点点着重在肌肉的伸展跟放松 那大家也知道肌肉它非常有弹性 好,然后所以我们的动作的幅度 跟你让肌肉热起来之后 可以做的伸展 就会跟阴瑜伽非常的不同 那我们在阴瑜伽停留的时候 我们主要的放松目标它会是节地组织 那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像是 愣带啊这种就是节地组织 好,那我们会在一个动作停留比较长 大概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然后让这个地方慢慢的多一点点水分 好,然后所以大家在停留的时候 试着去观察你的主要目标的位置 像是在现在的动作里面 就会是宽跟后面的大腿 好,那我们可以的话 慢慢把你的手肘弯曲往地板沉 那如果觉得太酸 你可以把你的手留在你的砖上 好,然后如果需要高一点的话 也是调整你砖的高度 停留在你需要的位置里面 好,我们最后五个 深吸深土 好,持续观察你的目标位置 是不是有感觉到酸井 好,那我们试着吐气的时候 吐深 好,把你的呼吸送到那个位置去 好,我们再三个深吸深土 两个呼吸 好,我们最后一个呼吸 好,我们让手推着地板或者是砖 慢慢把你的右脚往中间走两个小步 好,然后你可以重新拿起你的砖 放在你的身体两侧 我们会在低空步里面停留 好,然后浮在你需要的高度里面 好,如果你的身体比较高一点点的话 你可能会需要把砖调整到三楼 然后维持在这个地方 好,那如果你的身体比较低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砖调整到其他的高度里面 好,那有些人的手可能可以碰到地板 那你也可以不用扶砖 或者是你可以整个让上半身放松 你就可以不用扶砖停在你的低空步里 好,那我们一样会在这边稍微长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试着让自己放在一个稳定的高度里面 好,观察后腿的延伸 好,那你可以想象你的后腿 往地板沉以后往后拖你的瑜伽垫往后走 好,这样你的左边的大腿前侧的伸展会再多一些些 好,我们深吸深吐 感觉你的气来到你的胸口 好,然后如果停留的时候稍微觉得好像有点太紧 你随时都可以微调你的辅助 好,稍微高一点点 好,或许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加深 你也可以再往下放松一些先 好,我们试着把助力集中在呼吸 然后观察在动作里面的目标部位 现在会是在左大腿前侧 那如果你的左大腿前侧没有很多感受 比较多是有个折腰的感觉 那有可能是你把太多的重量往下沉 然后把你的肋骨往前推太多 那你可以试着慢慢收回来一些些 多去感受你的左腿前方 好,我们停留最后五个 深吸深吐 四 三个呼吸 二 好,我们再一个呼吸 好,慢慢把身体带起来一些些 那我们直接收右脚 那我们去到婴儿室停留 好,让你的膝盖微微打开 然后你的臀部坐往脚跟 好,然后手往前爬 让你的肚子在你的大腿中间 好,放松身体 好,如果你的臀部坐不到的脚跟 你可以试试看哪一个砖垫在额头底下 然后让你的背放松 肩膀放松 那我们先在婴儿室停留 好,观察每一口气吸到背 吐气的时候再往下沉 我们停留最后四 三个呼吸 二 再一个呼吸 好,然后慢慢把你的身体带起来以后 往右边走 好,让你的肚子放在你的右大腿上 半身放松 好,可以的话 你就把你的身体拉长 然后让你的额头碰地板 然后如果觉得有点紧的话 一样带着你的砖放在额头底下 好,我们试着感觉你的左边的腰侧 让你的呼吸送到你的左边侧腰 好,我们最后五个身心身土 好,我们最后五个身体 呼吸 好,慢慢抬头 好,我们现在把身体回到中间以后 去到左边地板 好,然后一样感觉你的腰侧拉长 臀部坐往脚跟 好,双手可以平行就好 然后慢慢把你的身体往下沉 好,有需要的话 一样拿你的砖垫在额头底下 然后保持你的呼吸 好,观察你的气送到你的右边腰侧 好,然后如果除了腰侧之外 你的手臂或者是腰下肩膀的空间 也觉得有点酸酸的 慢慢把你的呼吸带过去 好,然后如果停留了一阵子 发现自己不用砖 可以把身体往下降更多的人 也可以试着把你的砖移开 然后再让身体往下沉 我们停留最后五个 深吸深吐 再四 三个呼吸 二 我们再一个呼吸 好,我们吸气头轻轻抬 走回到垫子中间之后 圆背起身 我们回到四足鬼姿 稍微调整一下 手腕肩膀一条线 膝盖骨盆同宽 好,然后我们就准备要换边 让左脚往后延伸拉长 好,一个大步踩到你的左手外侧 小小外八 好,然后我们可以把右脚往后延伸 如果觉得膝盖跪地会痛的话 你就拿你的毛巾垫在你的膝盖底下 好,然后准备好以后 我们把脚背放平 有需要的人可以拿砖垫在你的手底下 先感觉一下你的左边宽 好,然后同时感觉一下右边的大腿前侧 那我们先停留在吸意识 好,大家或许做完一边以后会有一点好奇 像是我们平常在其他的练习里面 也有做到很多次的吸意识或者是低功部 为什么今天感觉特别酸 好,然后其实特别酸的原因就是 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热起来 我们没有做什么暖身 就直接进入这个动作 好,所以我们放松的部位就不会是肌肉 而是比较深沉的地方 你就会感觉好像酸跟颈的感受不太一样 对,然后这是正常的 好,然后我们试着感觉一下你的呼吸 把自己提起来 好,然后试着在这边放松 好,然后觉得差不多 好像可以在加深的时候 我们才慢慢把自己的身体往下放 不要一开始就 让自己很快速的进入动作 可能我比较吃 好,我们在这边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好,然后如果觉得可以的人 就试着慢慢把你的手往下沉放松 好,你可以放在砖上或是沉往地板 然后在自己可以的状态下保持呼吸 好,让每一口气吸到背 吐气的时候吐到你觉得紧绷的位置 好,我们再五根深吸深土 好,我们再五根深吸深土 最后两个呼吸 好,我们再一个呼吸 好,慢慢把手推地带起身 好,那我们转移开之后 先把你的左脚往中间走两个小步 好,那我们准备来到低功 好,有需要的话拿起你的两个砖 那我们在低功部里面停留 好,维持你的后面小腿往下压以后 往后拖 感觉右边的大腿前侧有更多伸展 好,然后一样有需要的话 把砖放到最高三楼的位置 然后让你的肩膀往下沉 胸口往上提 好,肚子有一点点微微往内收 去感觉你的右边大腿前侧 好,我们一样会在这边停留一下子 好,如果停留的过程中 随时你觉得可以加深 你都可以再把你的砖往下放一个 好,那如果不要 不要让你的肚子贴大腿太多的话 你就要试着把你的身体再提起来一点点 好,然后往下沉很多也不是我们在这个练习里面的目标 我们是希望拉开更多的右大腿前侧 好,所以试着把你的身体放在一个刚好的位置就好了 然后去感觉一下你的腰背 稍微收一点肚子的时候 其实腰背就不会那么酸 好,我们让肩膀再往下放松 好,我们停留最后五个身膝身土 再四 三个呼吸 二 好,我们再一个呼吸 好,慢慢放松 好,我们身体先一点点前傾 然后把砖移开 好,试着收左脚 然后我们把你的膝盖垫或者是毛巾松开以后 坐在地板上 好,我们脚往前伸直左右动一动 好,然后抖一抖腿 然后现在感觉两边的大腿前侧跟后侧 好,感觉你的宽 好,观察一下两边坐完以后 是不是有比较平均一些 好,然后我们现在弯曲右膝盖 好,然后把右膝盖交叉叠在你的左膝盖上 好,然后你去感觉一下你的脚会不会压在你的大腿 或者是骨头碰骨头在一个不舒服的位置 好,其实交叉多少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你这样放过来之后会不会压到你的腿不舒服 好,是的,放在一个刚刚好舒服的位置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拿毛巾垫在你的腿 交汇的地方他们会感觉比较放松 好,那我们深吸气把背拉长 好,我们让左手扶在你的右脚掌 然后右手来找你的左脚到外侧 好,如果这个动作对你来说困难的话 你可以直接拿绳子套你的脚底板 然后让右手抓两条绳子 然后在你可以的状态下停留 好,那如果不需要绳子的人 你就直接抓到脚到外侧 后背延伸之后慢慢让肚子靠近大腿 然后让上半身放松 好,那我们一样会在这边停留一下子 如果你觉得停在这边 你的腿没有感觉或是下背没有酸的话 你可以试着再放松多一些些 去感受到你的腿跟背 好,如果觉得脖子后侧 或者是停在这里会让你觉得肩膀紧的话 你可以拿一个砖垫在你的额头底下 这样会得到比较好的放松品质 比较身体高一些的人 可以稍微组合一下你的两个砖 把自己放在一个刚刚好的高度里面休息 好,然后这个休息的程度 就是要稍微来讲一下 修复瑜伽跟阴瑜伽的不同 那我们在修复里面就是会常常强调 希望大家不要太过努力 试着学习放松多一些些 把你的身体重量交给辅具 那阴瑜伽跟修复的最大不同是 它的目标不是让你很舒服的停留 你要有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酸跟紧 然后不是完全的放掉 好,所以试着在练习的时候 多一点点去感受你的目标部位 好,然后它要有一点酸跟有一点紧 所以如果你支撑了辅具之后发现没有感觉的话 你就把它调整 让你是在动作里面有感受的 好,所以我们在这边你会感觉到大小腿后侧 就是左边下面的这只大小腿后侧 然后跟你的这个下背 我们现在往左边扭转 应该右边的下背感受会多一些 好,所以试着去观察 现在的目标部位 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有没有需要调整 那如果觉得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我们就把助力集中在呼吸 好,我们还有五个深吸深吐 好,然后上半身可以试着再放松多一些些 好,然后也不用为了横下去 然后收很多的身体 要感觉你的身体还是有一点点拉长 好,但是也不用很强调把脊椎无限延伸 就是放松你的头跟脖子 再两个呼吸 我们再一个呼吸 好,慢慢把上半身带起来 好,然后我们把转移开 好,松开你的右脚 然后左右动一动放松 动一动腿 好,那我们现在换边收左脚往自己 把左膝盖叠在右膝盖上交叉 好,两边的坐骨会坐稳地板 然后一样如果你的脚互相交叠的位置不太舒服的话 拿你的毛巾 好,前面的脚保持勾往内 然后我们会让左手来到右脚刀的外侧 右手就轻松放在你的左脚掌 好,有需要的人一样可以拿绳子 然后稍微处理一下你的长度跟高度 好,我们把背延伸以后就吐气慢慢往下放松 好,你可以把下巴放在你的腿上 让整个重量往下沉 好,那如果对你来说这个高度不是很舒服的话 就跟刚刚那一侧一样 稍微组合一下你的砖 好,试着感觉你需要什么样子的帮助 好,需要多一点高度 或者是圆背一点点 或是把背拉长一点点 好,去调整你需要的位置 然后我们就安静地停留在动作里 通常在阴的练习过程中 是不太会是大爆汗的状态 但如果身体比较紧 通常会有一种冒冷汗的感觉 就是好像身体里面很深沉的汗水 想要在这个时候释放 好,那你可以去感觉一下 那跟我们平常那种大汗淋漓的阳流动的练习有什么不一样 好,我们持续观察你的右边大小腿后方 跟你的左边下背 好,然后同时提醒大家一下 手它只是我们在行动的时候的一个方向性 好,不需要让你的手出很多的力气 让你的手部肌肉硬在一个状态里 试着把你的肩膀放松 手放松 好,所以抓绳子的同学也是 你可以把绳子抓到一个你不太费力的长度 不然会让你的整个上半身的肌肉太过于紧绷 好,当你的上半身太过于紧绷的时候 其实你的下半身的伸展效果也会有差异 所以试着让你的整个身体是往下沉 让你的肌肉放松 它才能更往内放松到你其他想要放松的位置 我们最后五个身体是往下沉 我们最后五个深吸深土 四 三个呼吸 二 好,我们再一个呼吸 好,我们气吐光之后 再把自己轻轻推起身 好,那我们脚松开 左右动一动,上下抖一抖 好,我们结束今天的练习 好,希望今天的练习 大家做完之后 有充分感觉到你的腿跟下背就放松到 好,那大家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